深坑区土库里从102年6月开始办理老人共餐 两年多来不但有里长高太郎与多位职工的用心付出 更富有创意的结合了节庆举办各种不同主题的共餐活动 提高了老人家们的参与感 而这些回忆和感动现在都化身为故事墙 每一张照片都充满了温馨的故事 拉下了红缎带 深坑区土库里活动中心内的共餐故事墙 展现在大家的眼前 这面墙上有着两年多来土库办理共餐的种种回忆与感动 尤其为了让老人家来吃饭时能有更多参与感 土库里有别于一般的共餐活动 因应不同节日办理不同主题的节庆共餐 包括清明节做曹阿贵 端午节包粽子等等 让共餐气氛更加欢乐 我们把我们之前的点点滴滴 包括我们怎么这一个共餐是怎么开始的 那我们的共餐的目的在哪里 以及我们所有来参加的共餐 他们的一些生活点点滴 把它放到我们的故事墙 我相信他们来看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共餐的意义在哪里 我们的历史是什么样 以及他自己参与的感觉 中秋节啊 端午节 还有那个重阳节 各种都很多包括春节 我们都有 所以这种不一样的工作 让老人他们有不一样的感受 让他们能够更喜欢来参与这个土库老人共餐的活动 还有可以让他有不一样的回忆 除了共餐活动 在土库活动中心的顶楼 还有一片屋顶菜园 土库里里长高太郎就表示 上周他们就收成了芥菜作为共餐料理 让长辈们都吃得很开心 新北市社会局局长张锦丽表示 土库里的老人共餐不但具有特色 而且很用心 可以说是共餐活动中的母饭神 在楼上还有开心农场可食地景 所以这个土库区可以说是我们老人共餐的一个模范区域 所以我们的市长朱立伦朱市长 还有两位副市长都来过 那今天我是第一次来 也发现了不仅我们老人共餐的人数非常的多 而且长辈非常的开心 这种精神还好 都不知道 人家人跟他们说话 不然在家都没料 吃得很好 土库里老人共餐从102年6月19号开办 每周三都成了许多老人家最期待的日子 两年多来有长辈是周周报到 而这里更是七对银法夫妻是一同牵手 小酒来吃饭 77岁的王月阿嬷就说 来这里吃饭两个人只要100元 菜色好又能够和老朋友聊天 这么好康怎么能够不来呢 我们两个人初个吃 我们也就要一两百块 现在这两个一百块 菜还好 汤好高兴 那都在这里用心 顺库区长周近平则表示 自他去年上任后 经常来土库陪老人家吃饭 不但看见长辈欢喜吃饭 同时也借此直接了解他们的需求 而为了感谢区内办理共餐活动的 各里里长和志工 区公署也特别颁发感谢状 并致赠加菜金 希望每一次的共餐活动 都能够带给老人家 满满的幸福回忆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 深坑采访报道